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上节课学习的这个欠套if-else 欠套if-else基本上是可以解决我们几乎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选择的问题 那么我们这节课再来看一下学习一种新的if-else的写法 好,我们打开一个新的文件,我们叫做c5.py 好,那么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根据某一个变量不同的取值执行不同的代码 好,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流程 首先我定一个变量,然后我暂时让这个变量的只能是x x这个地方肯定不是个具体的数值 x表示a的取值是不确定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要对a做一些条件分析 好,那么大家要注意我所描述的这个场景 根据某一个变量它的这样的一个取值来决定做不同的事情 好,比如说如果a,当然这个事例可能不是很贴近生活 我们主要是演示这个代码的功能 如果a等于1的时候呢,我要去吃一个苹果 所以说我print一个 好,那么如果a的等于2呢 我们要去吃一个橘子 扛一个Own子 好,那么如果ag不等于1,也不等于2 我们再举个例子 假如说a等于3的时候,多加一个条件 我们去吃一个香蕉 那么如果ag不等于1,也不等于2 同时也不等于3的时候 我们就做一件事情 去go shopping买东西 那么像上面这样的一个逻辑怎么表达呢 好,那么其实这个可以用我们上一课所学习的这个牵套Efiles来解决 我们可以尝试写一下 if a是等于1的话 那么我们就print这样一个i 好,然后l 如果a不等于1,我们还要继续的再次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a是否等于2 好,如果它等于2的时候 我们就print一个orange 好,然后又一次再次进入ifales的选择 alange if a等于3 好,这个时候我们print banana 好,那么如果a既不等于1,也不等于2 它同时也不等于3的话 最后一句代码呢 我们可以在最后一个alange里面来编写 print shouting 那么我们可以实际的来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上面这个是我给大家讲的思路 它是一个伪代码 所以说我们把它给注销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用input函数 来接收一个这样的一个变量 我们打开我们的命令行 然后用python命令执行我们的c5.py文件 这个时候程序提示我们要输入一个a的取值 我们假如说这里输入一个2按到我们程序的理解的话来说 这个地方应该print的是orange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发现并没有print出这个orange来 而是走到了最后一个else的分子print出了小品来 然后我们再测看一下 再测试一个 我们现在想让它print apple 然后我们输入1 好 结果我们发现还是打赢的是小品 好 那么这个时候就很烦了 我明明输入的是这个1 为什么它老是不会进入这样一个a等于1的分子下面 print apple 而是会走到最终的shopping这里 走到shopping这里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a不等于1 也不等于2 还不等于3 当代码的这个结果和我们的预期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尝试分析和调试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个代码里面 我打印一下这样一个值 a1 我们把在代码里面的这个值打印看一下 看一下a接收到的是不是我们输入的值 好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c5 这个时候我输入一个1 下面这里确实是打印出了a1 没有问题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留给大家思考一下 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出导致代码出错的原因 那么我们这节课的重点 还是要再讲另外的一个if else的用法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技能代码 先不讨论它运行结果正不正确 但是我认为逻辑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这个代码有一个什么小小的问题 就是这个欠套的结构看起来太过于复杂了 if和else太多了 导致了你的代码的行数也非常多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尝试着来简化一下 这样一个代码的写法 可以 我们把这段代码复制一下 然后复制到一个新文件里面 叫做c6.p1 好 我们在这里改一下 要简化这段代码 我们来介绍一个新的if else的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叫做lif 这个地方出现lif的这样一个code snippad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这个是lif的一个基本的表现形式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它提示我们报错了 为什么会报错呢? 这个我们等会讲 这个lif 它不能被单独的使用 它必须和这个if结合起来才能使用 好 那么这个lif 其实就是else和if的一个简写 所以说你用lif 是可以把else和if合并在一起 好 我们可以尝试着 把这个else和后面的if 简写成这样一个lif lif lif后面也可以接一个条件判断 所以说那if的条件判断 条件判断就被转化到了这里了 好 这个时候 这个if我们就可以不要了 减少了一行代码的编写 然后注意我们这里的收进要控制好 它已经提升了一个子级别 提升了一个模块的级别 好 我们继续看 这里又是一个lif 对不对 好 同样它也可以简化成这样的一个lif 而且它是可以置顶在前面的 好 A等于3 好 三角 那么最后的这个else 它可以置顶在前面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我们代码的改写 然后我们把这个都屏蔽掉 好 那么我们现在重点是要对比一下新的lif的写法 和原来我们的写法还有什么不同 都可以完成程序的功能 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到lif有两个很好的一个特点 第一个是它简化了你代码的级别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一种欠套的 然后有多个说进的这样一种写法 是非常难以阅读的 我这里还只有这样几个 一个两个三个 还只有三个衣服就等 如果更多 那你的这个代码不是要鞋子跑到下面来了 但是我们的lif就不同 我们的lif是在同级别的 好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一下lif的写法 它是可以简化我们代码的行数的 我们完成这样的一个逻辑 不算这样的一个前面的a的输入 123456788 好 我们再看一下c5 12345678910 什么叫做语言的美呢 我认为这种尽量减少欠套的级别 平铺的写法 远远要好于这样的一个欠套 可以多个说进的写法 可能这一段小代码 能体会的还不是很深刻 但是在这样一个代码量比较大的 文件里面平铺的写法 是非常的容易阅读的 好那么最后呢 关于这个lif 我们强调两点 第一个lif是不能单独使用的 它还是要配合这个if来使用 好第二个 我们说了else 它必须和if成对出现 然后最后的这个else是单独出现的吗 不是的 这个else呢 它实际上还是和这样的一个lif配对出现的 并没有违反我们说else要和if配对出现的原则 好那么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呢 讲到这里也差不多了 这节课呢 其实我并不是主要是想去讲这个lif 这个lif呢 很多语言里面也都有 我重点大家是一定要抓住 lif的写法有什么好处啊 我们之前说过了 对于我们所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欠套if 这样的一个欠套ifif 就可以解决所有分支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还要有这个lif 还是在于我说的 让你的代码看起来更加的简洁 很多同学呢 可能知道lif的用法 但是呢 还是没有找出lif 它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在什么地方 好那么此外呢 这里呢 再跟大家说一下 在python里面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switch一句的 其实如果有switch一句的话呢 我们对于这样的变量的选择性问题呢 我是不会用if else来写的啊 我呢会选择这样的一个 很多语言里面都有了这样的一个开关分支啊 switch来做这样的一个写法 我个人认为呢 switch的写法的优势呢 还是比这个if else啊 要更容易理解一下 也更加的美一些 但是呢 在我们python里面啊 是没有switch这样的一个语法的啊 官方呢也是说 如果你要用switch的话呢 那么呢就用这样的一个if 来代替switch啊 好 那么在这节课课程之后啊 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啊 英文好多详细呢可以去看一下啊 这个里面呢就包括官方说的 为什么python没有这样的一个其他语言 几乎都有的这样一个switch case的语法啊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呢是python的一个叫什么 设计和历史的一个f&q啊 这里面呢就包括 python他在switch our case statement 里面的python 为什么python呢 没有switch这样的语法 官方呢做出了一个解释 并且呢官方呢还给出了 它的一个推荐的替代方案 那么除此之外呢 官方在这一小段解释里面呢 也给出了这样的一个switch的替代方案啊 最简单的一个方案呢 就是用这个if啊 多个if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同时呢还有一个更好的更优雅的解释方案啊 就是用字典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来代替switch啊 这个字典的方式也是我认为呢 比较优雅的一种方式啊 远远呢好这个if啊 甚至呢我觉得字典的这种方式呢 比我们传统的这个switch啊 要更好一下 这个呢是个人的一个观点啊 好 那么在这个小文档里面啊 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解释 大家呢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来看一下 好这个网址比较长啊 我就不给大家呢 贴出来了啊 如果大家呢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啊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上节课再见